有的人说,你们佛教不都没缺点,就是一个缺点,你们男女不平等。 轻视妇女,说是这个比丘尼多多少戒,什么什么的,女都在后头。 比丘尼多多少,比丘尼看起来小话要磕头,轻视妇女。 我说,你不知道密宗,密宗妇女一样成佛, 而且这个密宗道场中,首先是尊重妇女,妇女做上位。 佛教分身杀是很大很冤,这个密宗是不意你故意, 要割掉一个什么,烧掉一个什么什么,怎么来做的。 尤其是不许自杀。 这一点咱们学密人必须得知道,这个自杀是破戒的。 而且你自杀之后,谁也不能操作你,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能救助你。 所以有的人就说,一生气我就自杀了,算了。 这个学密的千万这个不行,你比这个杀人罪还厉害。 这就是这么说的。 因为你所杀的是一个修行人,而且是一个修密的人。 所以其罪特重。 所以只有爱护,爱护自己。 不跟那个道教一样,就像唐僧不老。 就是说,我要重视给世间留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 用你今天修一做法,你整个这法界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利益。 你这个饭不是白吃的。 佛教里就是为了气氛而自杀。 这个事是不允许的。 也不允许你无缘无故地摧毁自己的身体。 就不大奖励。 这样子都是这个自焚身啊。 什么是染背啊。 染指啊。 我看那个是染指的人还是很多啊。 去老头上没有剩几个指头了。 还看着一个比修尼。 这个他也过去了。 他也没有几个手指手。 我说你这个很不简单。 他说我胡蝶精胡闹啊。 他坚实。 所以这个都代表他的决心。 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现在看见他们这个出家人的染指什么什么。 我对他也还是淡淡啊。 还是公敬啊。 不过我们不提倡。 密法不提倡这么做。 你这个脉浑身的脉啊。 这个脉这个事情虽然是血肉的脉。 但是每一个脉都是佛呀。 这个在这个大党经里头有一部经讲这个东西。 所以这个我们浑身的脉。 每一个脉就是某一尊佛。 某一尊佛是什么佛。 这个是释迦牟尼说的。 所以我们身体之内就是无量的佛呀。 所以这个密宗讲身谈诚。 身体里都是谈诚。 所以要舍了这个身去做供养。 跟密宗这个身谈诚。 所以这里就有九个层次的不同。 所以他这个能够舍身代表一个真的舍。 这个实际上很可贵。 因为最爱的是身。 你可以舍身。 你可以愿意忍受痛苦。 这个是他很可贵的地方。 但是要从这个密宗的身谈的人来说。 那这里头是吧。 这也卖什么都市国呀。 这个里头就是这个含义无同。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。 这八万四千法门, 这各个法门之间不同。 你进城嘛。 你一个城是在东北, 一个城在西边嘛。 它是对着这嘛。 是不是? 但是你都可以进城嘛。 是不是? 所以都可以进城是它的共同性。 那一个在东北, 一个在西边是它的矛盾。 法门也是如此。 都可以从这个进入涅槃城。 让它从它所开始进的那个地方的位置来说, 有种种的不同。 有的甚至是对立的。 这个法门和那个法门是对立的。 所以就需要圆融。 就是说, 不圆融起来, 邪秘就老要打架。 哈哈哈哈。 我可以知道我第一个人是在这个活动。 我现在为了应该给兵灵禅导, 是在这个位置上的东北都是。 你可以带废渐出了这一条。 是孤废渐。 看起来没有分钱。 你需要那两个 подум开。 你 Jon手试试试的一部分。 我闹了他来每天。 他会打到这个工作室。 我会在同志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